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法院表示 法官在2号预令积压8位遭到革职的加泰隆尼亚自治区政府首长 将对他们在自治区独立运动中扮演的角色进行进一步调查 另外一位在加泰隆尼亚议会于上月27号宣告独立前辞职的政府首长也遭到收押 但是如果付出5万欧元约合5.85万美元的保释金将可获得释放 遭裁定积压布德交保的8位前政府首长 包括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黄克拉斯 他是遭到革职的主席普伊格蒙特的副手 普伊格蒙特目前身在比利时他拒绝到马德里出庭 警方将寻求对普伊格蒙特与另外4位也没有出庭的前政府首长发出全欧逮捕令